毕业季到了 嘉南药理科大餐饮系也举办了毕业成果展 他们利用台湾各地的食材制作餐点 让参加的市长还有家长们来趟台铁环岛餐点之旅 走近标示着前站的会场 嘉南药理科技大学餐饮系举办的毕业成果展很有创意 因为学校附近就是知名的保安车站 今年学生就以火车环绕台湾为主题 直接把会场布置成火车站 市长及亲友们的邀请函就是车票 拿了车票入场就像是坐上环岛火车 吃遍全台湾 我们是以火车的那个链身为主 那我们结合在地的食材 就是有一点环岛的感觉 就是全台湾这个县知名的食品 我们都有跟他们做结合 然后就放在我们的菜里面 做这个这样 所以那些一个食材环岛的概念 运用台湾在地的食材做料理 除了有宜兰县的樱桃鸭 苗栗的桑胜 还有台南将军的红萝卜 配合上菜秀与现场嘉宾互动 家长和老师都十分惊喜 里面有这个莲子米糕 然后还有青春的鱼 然后还有来自宜兰的樱桃鸭熊 然后以台湾的一些当地食材 然后来做一些变化这样子 毕业是迈向人生的另一个里程碑 学习餐饮的同学发挥创意和专业 交出亮丽的成绩单 为学生生涯划下完美句点 联合报 吴树林 台南报道 裁创意展现场 出品畅 不